那扫把還是用刷子把它清乾淨 這批頭批批的 批頭是什麼 批圖 那個很便宜 那是什麼意思 有金行買批圖就好了 那個很便宜 很大一桶的那個 一桶才五百塊 啊你這個不要那麼大 你買一家輪就好 就我們那個 這麼大罐的油心 我們買一家輪 那沒多少錢 你如果買我們世館的家庭用 那才三十塊錢 那批圖是把它齊上去嗎 批圖我們要把它批上去 把它整平 整平 你們初學者一定沒有辦法整平 整平你知道 再拿刷子把它磨皮 清乾淨以後 清乾淨以後 油漆擦兩次 OK 橫的擦一次 紙的擦一次 就是同樣一桶油漆 水泥漆就好了 水泥漆 哪一種的油漆會比較 其實都一樣 不一定要講牌子 好 那水泥漆 水泥漆跟油漆哪一個 水泥漆 水泥漆 室內一般都擦水泥漆 只有我們那個欄杆 外面用的那個才擦油漆 水泥漆 那你了解嗎 那你外面那個椅子就是 一樣 都是抹到有沒有 用抹的 用你說的沙子 用手抹會很累 沙子 要不要用什麼抹 用沙輪漆 沙輪漆 它有那個鐵刷有沒有 一直抹抹抹 它就會 你它袖都除掉以後有沒有 那你就把它用水擦乾淨 按它再用乾布擦乾淨以後 油漆噴一噴 還是塗一塗就好 那你披土要披到乾喔 披土你可以今天披 早上披一披 披土很快啦 早上披一披 隔天早上再來擦油漆 那請問那個 你們這邊太陽很大 很容易就乾 那披土是像就是 像水泥這樣弄上去嗎 對 就是它 我們披土上面 不是要送一個瓶的 瓶的三角 三角 就是那個 那那個是太慢啦 那這樣吐就要比較快 這樣我了解 這個小工作你們自己做 這個會省很多 因為你一般來做 人家來做也是三四五千以上 好嗎